这是下边我要讲的 从上所述呢 我们看到 以利亚的得胜和失败 勇敢和怯懦 信心和脆弱 全在于他听到的是 两种不同的声音 发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祷告 依靠的是两种不同的力量 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景象 如果把这些不同呢 综合起来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 他前后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我们看到以利亚得胜的时候呢 他是站立在神的国里 而以利亚软弱的时候呢 他是乐入了人的国里 在神的国里呢 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在人的国里呢 是耶喜别的话临到他 在神的国里呢 他注目的中心是神 你是我的主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按你的命 所行这一切事 而且以色列人的心要回转 也是你让他们回转 他们就回转 你看他注目的中心都是你 你你你你就是神嘛 这个时候他祷告用的是信心 他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雨 必不下路 他用的全是这种口气 就是必必必 他用的是信心 那么在人的国里呢 他注目的中心是人 不再是神了 他使用的是现实 让他害怕 让他恐惧 看现实真的是让他害怕 一个人在被追杀 那么在神的国里呢 他靠的是神的能力 在人的国里呢 他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在神的国里呢 他看见的是神的主权 在人的国里呢 他看见的是人的主权 显然 他站在神的国里 就有信心 就有全能 就有勇气 就有平安 就有得胜 他乐入人的国里呢 他就没信心 就没全能 就没勇气 就没平安 就没得胜 这个人的国和神的国 这是伊利亚 给我们最大的启迪 下面我们就看看 人的国和神的国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人的国 人的国 是由各种人所组成的 君王 百姓 自己 或者别人 只要是人 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 都是属于人的国的 不仅是由各种人组成 而且是由人的各种事组成 什么叫各种事呢 包括人的政治 经济 文化 舆论 智慧 财富 等等等等 凡是属人的东西 都属于人的国的内容 凡是乐入各种人当中了 凡是乐入人的各种事当中了 你就是乐入人的国里了 乐入人的国里呢 听见的是人的声音 服从的是人的全能 在意的是人的看法 依靠的是人的智慧 同样 你面对的是人的诡诈 你穿戴的是人的罪孽 你收获的是人的无奈 无助 绝望 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 简单的说就是 被神掌权的地方 我为什么说是被神掌权 而不说是神掌权的地方呢 因为你如果说神掌权的地方 全宇宙都是 因为神是宇宙之主 但是呢 在地上 在人间 在人心深处 都有悖逆神 忘记神的地方 都有本该神掌权 却不被神掌权的地方 所以呢 被神掌权的地方 才属于神的国 该被神掌权 却拒绝神 悖逆神的地方 那就不是在神的国里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时候 就是主导词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愿你的执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执意 本来行在天上 是通行无阻的 但是到了地上 到了人间 到了人心中 就有了阻拦 好 下面我们看 神的国在哪里 我们来看 几段圣经的经文 法利塞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 就在你们心里 这话说得很清楚明白 人人都能懂 我不需要解释 耶稣在回答 彼拉多的时候说 我的国不属着世界 这话的意思也很明显 神的国不属于 这个可见的世界 显然是指灵界 是指灵界 耶稣又说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还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直接说出神的国 是一个灵的国 总之呢 神的国属于灵界 掌管灵魂 就在人心里 我们看以利亚 他一度离开神的国 落入人的国 这件事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是在他心里 后来他走出人的国 回归神的国 这件事又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也是在他心里 因为在现实世界 在人的国里 什么也没变 是不是 耶稣别还是耶稣别 耶和华还是耶和华 和列山还是和列山 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 要追杀他的 还是要追杀他 对不对 但是呢 以利亚的心怀意念改变了 只是他的心 站立在神的国里了 那个人的国就被超越了 就被战胜了 好像那个山没有变 但是以前呢 以利亚是在山下 现在呢 他自己变了 他自己到空中去了 山就在他脚下了 可见一个人啊 你是在神的国里 还是在人的国里 全在你的心怀意念中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就是你听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什么 你靠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什么 什么话临到你 什么景象在你面前包围着你 这是以利亚 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啊 这里我要讲一讲 悔改和重生的含义 耶稣传道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 这个悔改的原文呢 是改变心意的意思 Change mind 耶稣说的这个悔改 基督信仰说的这个悔改 不像通常所说的 道德上所讲的 其他的宗教所讲的 就是说偷盗的不再偷盗啦 抽烟的不再抽烟啦 喝酒的不再喝酒啦 说谎的不再说谎啦 不是这种行为上的自律 这种行为上的约束 行为上的反省 这不叫悔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儒家和一般的道德说教 都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所呼唤的我们的悔改 是心灵的重生 是国度的转换 是从人的国转向神的国 是精神的移民 是个移民 从人的国移到神的国 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 第一句话才是这样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把神的国和当悔改连在一起 神的国来了 你们要离开人的国 进入神的国 这个离开 这个进入 是一个心灵的离开和进入 是个心思意念的 180度的一个转弯 好 我们再来看重生的含义 耶稣对尼格迪姆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建神的国 尼格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父 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是 神的国是灵的国 只有从灵里活过来的人 才能看见神的国 才能进入神的国 所以重生是什么意思 重生就是灵魂的苏醒 重生就是心怀意念的 焕然一新 看见神的国 是用灵眼看见 进入神的国 是心灵的进入 所以一个人的悔改和重生 就是灵魂从人的国到神的国 是国度的跨越 是国籍的转换 效忠的对象不一样 服从的律法也不一样了 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 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了 不仅是现在不一样了 过去也改变了 而且将来也不一样 感谢观看